前面的大師和嘉祖 今天是怕掌握頭抗議 說他人要中國的 導資讓騙去吃去 他要求受害大師 可以去參與 兩者導播協議的簽訂 而且在簽訂進行 也要求中國大陸要先保障 他的損失 有興趣對他五案 國府紀念館 一路會嚇到 梁委會跟總統副高丁證書 梁委會官員是表示說 大師的訴求會趕緊處理 投資中國實路一條 投資中國 投資中國實路一條 今天被報到 台灣投資中國實海者 協會後調 100名大師和嘉祖 經濟集團抗議 要求實海大師應該參加 參加兩者導資保障協議 在這裡協議簽訂進行 要先保障大師在中國的損失 由興總指揮和三件出來 竟然有一個家庭的包含 他說這是因為 他的財產給田丁市政府霸佔 他無法求助 只好用自殺來抗議 才會撤到一條名 天津市政府霸佔我財產20年 萬分的無奈不得已 才到天安門去自殺 向中國共產黨陳情控訴 登陸路由興臺後 貴陸委國庫紀念館 強告行政委和立法委員 並且聽田丁委會頭前告定情書 我們已經拿回去 這個一定會宣報處理 你們永遠一句話 就是我們很重視 我們依法處理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 你處理成功過一個案件 希望總統聽到他們的聲聲 記者綜合佛東